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看看AE的一个编辑菜单 好 那么首先我们给这个合成添加一个星形 好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 新建之后 如果我发现这个星形的位置不大满意 那么我想撤销这一步的动作 那么就可以点击编辑 这边有个撤销 快键是Ctrl加Z 点击它 那么我们的星形就消失掉了 那如果我现在又想这个星形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重做 快键Ctrl Shift加Z 那么我们按Ctrl Shift加Z 那么我们的星形又出来了 那么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制作了一系列的历史的操作 好 然后还有一个剪切 复制 粘贴 然后还有这个清除 那这些都跟我们平常在Windows里面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带属性链接的复制 还有带相对属性链接的复制 这两个说起来有些绕口 那实际上这个功能我们可以完全忽略掉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带属性链接的复制 是完全可以替代掉这个功能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功能吧 在这边 我们先把这个星形散除掉 在这边我们对这个圆形的一个透明度 点击这个透明度 选中这个带相对属性链接的复制 然后把它复制给这个矩形的一个透明度 我们直接按Compute加V就可以把它粘贴过去 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透明度就有一个红字出现 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透明度里面已经是有一系列的关键帧了 好 这时候我们来调整这个圆形的一个透明度 那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矩形 会一直跟随着我们圆形的一个透明度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带相对属性链接的一个复制 但是这个复制是不可以跨合成的 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合成1里面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圆形的一个透明度 我们点击带相对属性的一个链接复制 然后我想把它复制给另外一个合成 合成2里面的这个矩形 选中它的透明度按Compute加V 会发现出现一个表达式的一个错误 所以说它不能跨合成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最上面这个带属性链接的一个复制 它是可以跨上车灯 所以我们选中它 点击这个带属性链接复制 然后把它粘贴给这个另外一个合成里面的这个矩形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对这个透明度做一个关心震动化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的矩形啊 依然会跟随着我们的圆形啊 有这样的一个透明度的变化 所以这个选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带属性链接的复制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看 我们把这个透明度的一个动画删除掉 好 我们给它的一个不透明度 按住out键点击这个码表啊 就可以建入一个表达式 那么在之后的一个课程啊 会专门给它详细讲解表达式的一个应用 好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震动的一个表达式 好 在这边建立好之后 我们现在播放看看 这个圆形啊 就会在透明度里面啊 我们把这个矩形的一个表达式都删除掉 现在我不需要它跟随啊 我们把它删除掉 好 那么我们现在紧紧看这个圆形它的一个透明度 那么它加了这个表达式之后啊 那我们把这个强度再加大一点啊 会更明显一些 好 那么它的透明度 就会有这样一个颤抖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选中这个透明度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仅复制表达式 我们点击一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表达式啊 复制给其他的一个属性 我们把它在矩形的一个缩放 按computer-v 把这个表达式复制给这个缩放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矩形 那么它同样在缩放上面就有应用了这个表达式 所以它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啊 随便伸缩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重复 它实际上啊 这里可能是翻译错误了 实际上它这个按computer-v 就是一个复制的一个效果 我们选中这个矩形 按computer-v 那么它就会复制一层出来 好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拆分图层 这个也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功能啊 然后按computer-shift-d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线 选中到我们想要拆分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按住computer-shift-d 它就会把它拆分成两个图层 好 这个就是一个拆分图层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提升工作区 还有一个提取工作区 好 我们切换到这边来 好 在这个MG动画的一个视频里面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工作区调整一下 好 那现在我把它这个工作区调整到它刚好 这些小球炸开的一针 然后到完全展开的时候 好 调整好工作区之后啊 我们在这个工作区里面右键 实际上就看到这个提升工作区 还有提取工作区 那么提升工作区的意思就是 在我们选中的这个工作区里面 我们要给它腾出一个空间 然后把在这个工作区里面的一个视频内容都删除掉 然后把它拆分成两份 好 我们选择提升工作区 那么在这个工作区里面的一个内容啊 就会被删除掉 同时我们的这个视频就会拆分成两段 然后这个提取工作区啊 跟它是大同小异 但是呢 它就会把后面的这个视频 拖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不再为这个工作区腾出空间了 好 那我们Ctrl加Z 推回 然后我们选中提取工作区 好 可以看到它把后面的这个视频就挪过来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全选 好 我们选中这边有两个图层 我们点击编辑 那么全选就会选中这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图层 然后全部取消选择 就不再选中我们的图层了 然后在这里边啊 有一个 我们选中这个图层之后 还有一个标签 我们可以切换 在这边切换它的一个标签颜色 把它改成一个红色 好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清理 这个清理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单独清理图像的一个缓存内存 也可以清理所有的内存 那当我们在制作项目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添加了非常多的一个例子的一个效果 非常多层的例子 那如果我们当时仅仅改了其中一层的例子的一个形态 由于我们之前已经是暗空个电 就可以看到这样是有一个缓冲的效果 那由于我们叠加了非常多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单单改其中一层的例子的时候 然后改完之后啊 我们再一次按空个电键 就发现我们改的一个效果是完全没有出来 那这时候实际上啊 我们就很有必要对啊 它里面的一个内存进行一个清理 我们点击之后 然后这边啊 可以看到刚才缓冲完毕的这一段啊 就现在都没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进度条了 那必须要再重新按空个键缓存一次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出现一些啊 我们修改过的一个效果 但是在缓存的时候没有看到它的一个效果出现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个啊 清除它所有的内存 然后在这边啊 还可以清除内存的同时 再清除这个磁盘缓存 我们点击之后啊 它就会提示 我们现在有23GB的一个啊 磁盘缓存需要清理 然后在这边我们选中这个工作区 选中这个视频 在这边啊 有一个啊 编辑原稿 那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这个视频啊 在我们Windows的一个播放器里面进行一个播放 好 点击 那么它就会弹出一个播放器 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MG动画 然后在这边可以在Adobe的Edition里面 编辑我们这个视频 然后下面是一个团队项目 然后这里是一个模板输出 好 我们对这个视频按Ctrl加M进行一个输出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啊 输出这个视频 它默认啊 是采用这个渲染设置 是采用最佳的一个设置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点击编辑 这个模板 我们选中这个啊 渲染设置 在这边啊 就可以设置影片默认是采用哪一个渲染设置 它默认是采用最佳 然后还可以设置一些单帧 包括一些代理 代理是用一些草头的设置 好 然后在这边 我们可以对这里面的所有设置进行一个编辑 也就是说现在假设我想编辑最佳设置 点击这个编辑 那么就进入这个渲染设置的界面 那这个渲染设置 我们在之前已经详细给大家讲解过了 好 然后这边是一个首选项 然后还有同步设置 那点击这个同步设置 也是跳到首选项里面的一个 同步设置的一个标签 那这个我们也是在之前的课程给大家讲解过了 好 那么关于A1的一个编辑菜单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